中和边境700辆卡车排队等通关 口汗已开启24小时工作模式 近日在俄罗斯与中国的边境上 一条长数公里的卡车队伍在隔方一侧等待 俄罗斯消息报5月15日报道称 今年春季 俄中边境口汗恢复活力 两国贸易额大幅增长 在该背景下 俄中边境外贝加尔斯克满洲里国际公路口汗隔方一侧 出现货车严重拥堵现象 据消息报报道 在外贝加尔斯克边减站 等待通过口汗的货车队伍大概长达7至10公里 卡车司机每天只能向前行驶约90到100米 等待时间甚至长达数轴 因为严重拥堵 司机之间不时发生冲突 近日俄罗斯称 俄联邦海关署远东局局长拉德金十五日表示 今年春季 俄中边境口汗恢复活力 俄方注意到经该口汗的两国贸易额大幅增长 据他介绍 当前每日通过该口汗的车辆约340辆至350辆 15日早晨 口汗排队车辆约有700辆 我们将与中国同行一起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以减少拥堵 近日期 口汗将开始24小时工作制 我们希望增加通行能力 以使车辆排队时间不超过两天 拉德金说 随着中国优化新冠疫情防控政策 中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两国边境货运量持续增加 近日俄罗斯报道称 俄联邦海关署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年初以来 俄中通过远东公路口汗的货运量 同比增长近50% 超过7.5万辆次 在两国货运量激增的情况下 俄远东地区边境口汗的通行能力受到考验 外贝加尔斯克公路口汗便是典型案例 外贝加尔斯克满洲里国际公路口汗 今年1月恢复通关 该口汗是隔中边境最大的公路口汗 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今年4月底发布的消息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外贝加尔斯克满洲里铁路和公路口汗的货运量达500万吨 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60%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俄罗斯经济研究室主任徐波林15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疫情结束后 中和边境口汗重情卡车排队现象严重 应该与俄方通关基础设施不足 通关效率低和双方工作时间有差异等原因相关 徐波林表示 中和贸易增速快 但相比之下 双方远东基础设施对积并不平衡 俄方建设滞后严重 最近4个月 俄政府批准了很多大型项目投资 涉及远东基础设施的占了大部分 俄媒分析称 外贝加尔斯克公路口汗 俄方一侧的进出境客货车辆始终共用通道 极大影响了俄中两国货车高效通行 导致出现货车长期拥堵现象 俄方一侧的边境口汗仍旧有约一公里的专用货运通道尚未修建 通道直接对接 消息报援引当地物流工资的表态称 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改善边境的基础设施 俄赤塔海关经文处5月12日发布消息称 自5月5日起 外贝加尔斯克国际公路口汗 将以24小时不间断开放模式试运行6个月 以缓解关口货运车辆拥堵问题 中方同意俄方就24小时开放口汗一事所提建议 据塔斯社5月10日报道 俄总统普京向俄政府下达指令 要求其加强协调 积极作为 以加快阁中边境外贝加尔斯克国际公路口汗 车辆通关电子排队系统试点起用步伐 额外贝加尔边江区政府新闻处 今年3月发布的消息显示 外贝加尔斯克公路口汗计划于2027年前完成升级 该口岸重建的方向是扩建口岸内部基础设施 如增加车道 检查区等 当前公路口岸每个方向各有6个车道 重建后计划达到12个车道 另据多家外媒报道 俄罗斯正在加快远东地区一条走廊的建设 唐斯社胡月时日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研究一项协议 以增加乌兰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古物产量 并增加对中国的出口 普京要求内阁以及俄罗斯央行在今年10月1日之前 制定一项有关通过隔中新粮食陆路走廊 来增加对华粮食出口的政府间协议 位于中俄边境的外卑加尔兹克粮食终端铁路转运设施 是俄中心粮食陆路走廊主要内容 该设施于2020年的7月正式动工 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去年4月 该转运设施建设已完成75% 设施竣工之后 俄对华粮食出口主要靠黑海航线运输的历史将被终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